红梨 小米 洛神花 是台东金风香主要盛产的农特产品 合称为红金宝 乡公所透过经济部中小企业 106年度地方产业发展基金补助 经过三年的辅导与成长 8月30号举办产业体验升级活化成果长 期望再造金风香产业的新浪潮 那我们希望他们在所有空间的改善 还有所有的你设计出来的品质 希望他们能够提升 那我们也跟几个大学 像台东大学 我们也做了一些MOU合作 让我们很多的产品 经过他们的协助跟帮忙 能够更深一层 红金宝计划辅导在地23家业者 透过经营的现况及需求 协助空间改善 特色产品开发 通路行销 品牌一项建制等 提升整体营运绩效 让金风香在地产业升级并活化 因为他们是红金宝嘛 就是红里小米洛神花 所以在店面的改善上就是上了洛神 红里小米的这个特色在空间里面 吸引很多的客人来到店里 然后他们也会在外面拍照 也会到店内做消费 精致的外包装跟通路的部分 那这个计划在前一两年开始走这个方向 所以目前可以说从我们从原料升级到二级产品 一直到就是这三年来 其实我们的应该说消费族群有扩大很多 金风香在农业观光旅游 工艺文创等方面 近几年都有稳定的成长 乡长也期望外地族人能返乡一同为乡内的产业努力 工所也会站在辅导的角色来协助 希望全面带起乡内各式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原是新闻误解台东市采访报导 是新闻误解台东市采访报导